就感觉过得太坏了 可能是去年因为疫情吧 然后想不到马上毕业了 真想不到 想谢谢这四年来这么辛苦 这么努力 然后现在得到了毕业 终于到毕业了 感到开心也是感到这个满足 感觉四年的时光过得非常快 然后这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活动 我们社会学的都很重视这个仪式感 于是我们可能即将要完成人生的一个阶段 走向下一个阶段 镜头前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是即将毕业的澳门大学生 6月5号晚 毕赋韶华第13届北京澳生毕业晚会举行 毕业晚会共有140余名参加者 众多学生表示 大学四年留下了许多印象深刻的记忆 我觉得其实大学里最珍贵的 尤其是对于北大来说 最珍贵的是在内地遇到的这些 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 与其说是上课学到的东西 不如说跟他们交流沟通之后 学到的东西会更多 而且这是一段非常纯真又非常难忘的友谊 刚大一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来北京 然后那个时候完全朋友都没有 然后就是碰到一个学长 是我直系 就是直系的学长 然后就帮我搬那些床 床垫 就是他挨很多 就是挨我很多 然后搬我的床垫 然后一直上到六层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他真的非常好的一个学长 跟着学校去不同的地方演出吧 就学校给我们的贼多演出任务 一年都在奔波 然后有一年四月份 再参加一个 试园会开幕式 巨冷 四月份北京居然零下 一点都想不到 然后四月份穿着语绒服 在那个台上跳舞 就是真的印象很新 回忆起初到北京上学 不少学生表示 会有些许不适应 但在与老师同学的相处中 逐渐融入了内地生活 我觉得最多的是来自同学 或者是老师的关心吧 就是有一次就是 因为我们是澳门的同学 然后过来北京 可能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 然后当时开学的时候 就是身体就是特别的不舒服 然后自己的就是学校的班主任 就是非常关心我 然后还为我买了很多的药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我是哪里不舒服 但是他就把所有的胃药 都给我买了一遍 然后我就非常的感谢他 我的专业是英语专业 然后就可能跟内地的 那些课程有点不一样 内地的同学 真的是非常认真 努力地去学习 然后发现自己的成绩 也真的是排在比较后面 然后比较印象深刻 就是老师就会鼓励你 就是你下个学期要加油 就是在别人看来 可能是一件比较少的事情 但是对我来说 是比较一个大的鼓励 对这群即将离开象牙台的学生们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 北京联络部交流处处长 思辰表示 希望他们进入社会 同样要不断在实践中学习 因为我也是大学生毕业出来的 那么在校园里的话 是一个象牙塔 它确实和这个校园之外的社会 有所区别 所以我觉得在校园里 它是学习 其实走上社会 它同样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学习 所以我希望澳门同学们 继续秉持这种学习的精神 尤其是要向实践中学习 向身边的同事领导学习 换一种思维 立足于社会本身 在实践中学习 所以我觉得 他们应该首先立足于服务 服务国家 服务澳门 从这个方向 来设计自己的人生走向